今天做一份简单的葱油面 香葱清洗干净后 一定要用厨房纸擦干或者沥干 这样油炸的时候就不会崩油 想吃的豪华一些 可以加午餐肉 每次开午餐肉都觉得好费劲 调个料汁 一勺蚝油 两勺老抽 三勺生抽 一勺糖 搅拌均匀 找一个家里尺寸最小的锅 油温大约五成热 转小火放葱 一定要小火有耐心 葱炸变色后就可以捞出 葱油可以倒出去一小部分 用来煎午餐肉 这样煎出来的午餐肉会更香 基于小火加热刚才的葱油 倒入之前调好的料汁 搅拌到冒密集的小气泡就可以关火 这次还是用的碱水面 煮好的面浇上几勺葱油 让每一个面条都被葱油均匀的包裹 放上葱酥 还有香芬芬的午餐肉 感觉还少点什么 此处需要一颗水波蛋 但是手残的我两次都没有成功 还是煎份流心蛋吧 加量版葱油面完成 先把流心蛋捅破 让蛋黄流入到面中 简单的搅拌就可以享受美味了 喜欢每期视频记得转发屏的节奏 我们下期视频见